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去世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的G委会网罗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给您带来的美的G委会 我是新尧 去年对于各位司机来说真的是艰难的一年 尤其是在6月份 汽油的平均价格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加轮5美元之后 而随着当前全美国的平均油价再次上涨 许多人都想知道 这个油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降下来呢 根据AAA的数据显示 最近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是连续5周出现了上涨 达到了每加轮3.49美元 那比之前是高出了9.7美分 Gasbuddy的石油分析主管Hanna表示 她认为由于一些重要阻碍 那油价在短时间内是不太可能下跌的 其中供需问题始终是最大的因素 现在市场上很多异常情况都加剧了这种形式 那Hanna指出美国的炼油能力仍然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许多炼油厂仍然没有从12月份的寒冷天气中完全恢复 而那些寒冷地区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此外俄乌战争和全球经济也会对原油的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特别是中国重新开放 对于汽油的需求可能也会出现上升 此外Hanna还预计 全国平均油价恐怕会比人们预期的 更早在4月甚至是3月突破4美元大关 而不是预期的5月份 那汽油价格通常也会随着季节而变化 因为炼油厂会进行维护 并且转而使用更加昂贵的夏季混合汽油 而这种变化通常会持续到秋天 然后汽油的价格才可能会出现下降 那换句话来说 司机们可能要等到夏季结束才能看到价格的下跌 前提是炼油厂的维护不会进一步的延迟 而在这段时间里 作为司机们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提高驾驶效率了 那么星瑶也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小方法 让我们能够在日常开车的时候更加的省油 首先就是激烈的加速驾驶会使油耗更高 如果说你发现油耗上升了 你可以尝试从改变驾驶习乯开始来降低油耗 比如说交通灯变率时猛踩油门 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超速20mph之多 行驶的情况都会使汽车的油耗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 全美范围内的高速限速仅为55mph 即使大多数司机对于立法机构的举措是嗤之以鼻 并且几乎每个人都对齐是视而不见 但的确这个限速是有原因的 这个规定至少让机动车在理论上 能够在其最有效的速度范围内行驶 从而实现节油的目标 所以即使是现在 一般情况下高速维持在时速55mph左右 也是最省油的方法 再来就是定速巡航了 在周际高速公路行驶时 你可以打开定速巡航来达到省油的目的 自动驾驶控制系统能更为准确的调整车速 远胜于驾驶员自身 巡航启动之后 你就不需要反复的调整才油门深浅 从而使汽车保持以设定的速度行驶 匀速行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超速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会减少油耗 但是对于一些不是很熟悉驾驶的新手司机们来说 在使用这项功能时要额外的注意一下 再来就是要避免汽车负重过多了 显然减轻汽车负重也能够降低油耗 汽车生产商是一直为汽车的减重是紧尽脑汁 所以你不要在后备箱再放上100多公斤的东西了 把一些多余的无用的物件清理出来也能够提高省油 尤其是当你热衷于囤积物品 甚至是蝴居在你的爱车中时 如果说你必须要放点什么东西在车上 那就选择一些实用性强的 比如说一套电筒的应急装备 或者是电瓶的连接线等等 而像什么哑铃之类的还是清理出来吧 再一个就是要注意路况 如果发现交通灯即将变红或者是变绿的话 不要试图强冲过去或者是萌柴刹车 如果说能早点松开油门 速度就会逐渐的降下来 最大程度的降低刹车油耗 如果说你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善于观察路况 或者还是习惯使用松开踏板滑行 那一开到十字路口交通灯就变绿了 也就不用降速了 记住保持动力是降低油耗的关键之一 所以说无论油门或者是刹车都只会增加油耗 另外避免发动机带速也是很重要的 汽车在发动机点火之后即便不跑起来也要耗油的 即使你在等人的时候怕冷或者是收音机里传来你最喜欢的神曲 你也应当要尽量的避免发动机长时间的空转 那如果说等人的时间很长 那大家是可以把车钥匙拧到ACC的位置 这样一来即便是关掉了引擎后 你也能够继续听音乐 或者大冷天在汽车空调系统降至车外温度前用仅剩的热量供暖 记住即时熄火发动机能替你省下不少油钱 按时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汽车可是现代科技的结晶 按时合理的保养维护 一台车即使跑上数万公里 也能够依旧保持良好的性能 同时在舒适性和省油方面也会保证一流的体验 所以说定期按时的汽车保养 对性能和降低油耗方面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不少用户来说 保养只是小事一桩 但是还要记得换相机油、机率 及时的更换、气率锡 还有往油箱内加入燃油清洁剂等等 那这些小方法对于提高燃油率是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保养周期的话 最好是依照厂商上的用户手册上推荐的间隔周期 监控胎压也同样很重要 车主们往往不太重视胎压 但胎压无疑是汽车最为重要的零部件之一 记住轮胎是整辆汽车中 唯一和地面长期接触的部件 它们的重要性可不亚于发动机 在胎压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 不仅会提升油耗 并且会过度的磨损轮胎 更有安全隐患 那轮胎的胎压不足会增加滚动摩擦力 因而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那这会大大的缩减轮胎的使用寿命 好在北美的不少新车都是有胎压的监测装置 所以保证一个月至少进行一次的胎压检查 如果发现胎压低于建议值的话 应该及时去周边的汽修店进行充气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种误区 认为使用高品质的汽油 是可以提高汽车的性能 或者是燃油效率 事实上呀 新丸值呢 只是衡量交通工具使用的燃料抗暴性指标 如果说你的汽车使用普通汽油就可以了 那么即使是换上了高品质的汽油后 性能呀 也是没办法提高的 如果厂商推荐或者呢 是要求使用高标号汽油 那么就一定哈 要尽量呢 在加油站内使用高标号的汽油 这是因为哈 这类汽车呀 能够在设计上 充分的利用高品油中较高含量的甲烷 相反哈 使用普通的汽油呢 则会影响其燃油性能 甚至呀 造成内部的损坏 而维修起来呀 价格呢 更是不菲 简而言之呢 大家还是要遵从厂商的要求 但是哈 也没有必要花多冤枉钱 那给大家提供了这几个小贴士 希望哈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能够再节省一些油钱了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 全面的视角让您更好地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的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旧金山AM1450西雅图AM154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美的居委会 接下来的时间里 先要与您一起继续关注今天美的居委会的内容 如果说环境问题呀 还不足以引起你关注的话 那么一项最新研究所得到的数字呀 一定能够让你震惊 并且呢 是警惕 非盈利组织Nature Server 在2月6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 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动物 目前呀 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而且哈 有超过40%的生态系统呢 是面临着崩溃的风险 对过去50年的数据是进行了分析 确定呀 有34%的植物 和40%的动物呢 是面临着威胁 其中哈 具体物种和地区呢 差异是很大的 例如说 大约37%的蜜蜂种群呢 正处于危险之中 那西岸的形势呀 要比东岸呢 更加严峻 灭绝风险最大的动物呀 是淡水栖息两地的动物 包括蜗牛呀 两栖动物呀 小龙虾和一辈 这些物种的保护需求呀 不仅在环境战略中 经常被忽视 它们的存在 对于生态系统呢 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说它们消失的话 那周围的环境 可能会出现 如多米诺骨牌般的 连锁反应 受到威胁的植物呢 则包括大约20%的草 约200种树种 还有近50%的仙人掌 而在生态系统方面 78种草原类型中 有51%呀 面临着崩溃的风险 那与此同时哈 107种美国本土森林中 40%呢 也濒临崩溃 面临最严重风险的呢 则是热带生态系统 那100%哈 都处于呢 最高威胁级别中 不过哈 这种生态系统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 所占的比例哈 也相对较小 因为啊 全美呢 是只有7个 Nature Survey负责数据和方法的副总裁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项研究呀 清楚地表明了 这项工作的紧迫性 那五分之二的生态系统呀 都陷入到了困境 如果我们要防止 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 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了解和解决这些风险哈 是至关重要的 希望呢 这则新闻哈 真的呢 给大家敲响警钟 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 从小事做起 那在此前的节目中呀 新瑶呢 曾与大家聊起过 今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哈 似乎呢 是正在回暖 而就在近日呢 有专家表示 由于负担能力较低 再加上库存的增加 房价呀 会在未来的一年内呢 是继续下降 专家们估计 独栋住宅的价格呢 是已经从去年5月份的峰值 下降了5.4% 但是呢 和可支配的收入一比 还需要再下降15%左右 才能回到长期的平均水平 虽然说哈 房贷利率呢 已经从创纪录的高位上回落 那消费者的需求呀 也正在从低点反弹 但是呢 专家们认为 房价在触底之前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在疫情初期 房价已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 从未见过的速度飙升 利率呢 也接近历史低点 买家拿到了大量的救济金 也希望呀 有更大的生活空间 所以哈 是纷纷涌向了 偏远的城镇 那在房市最火爆的时候呀 甚至哈 有买家呢 是直接放弃了 房屋检查和评估 或者呀 干脆比药价高出 数十万美元成交 当时哈 真是一方难求 然而呀 当美联储启动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最精进的加息行动 试图遏制通胀时 这种情况呢 就出现了反击 那该机构呀 在去年呢 是连续七次 上调基准利率后 表示哈 计划呢 今年是继续加息 对利率颇为敏感的房市 哈 更是受到了影响 利率呀 直接上涨了一倍之多 房价呢 也从历史的高点开始回落 但是呀 随着利率的下降 需求哈 是已经开始初步回暖 30年期利率呢 在上周 更是调制了 6.09% 那自去年10月下旬以来 利率哈 是已经下降了 93个基点 需求呢 也正在温和的反弹 那对于一些 还在观望房市 有想要买房打算的人们来说哈 这呢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呢 一起拭目以待 房市的 继续回暖吧 近日哈 居住在西南威尔士州的 一位母亲呢 是带着她最小的儿子 赶去医院 因为呀 孩子在接触了一种 很常见的水果后 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玛格丽特烧伤 那这位母亲哈 也是发帖呢 警告所有人 一定要注意这种 非常罕见的情况 根据她的描述呀 孩子呢 在当天是榨了一些清凝汁 那在之后的几天里哈 孩子的手臂和胳膊呀 便出现了很严重的烧伤 前屁上呢 都是水泡 那在医院住了一夜之后 又去了烧伤科 现在哈 知道了 这是玛格丽特烧伤 相信哈 有很多朋友和新药一样 也是呢 第一次听说 还有这种烧伤 那玛格丽特烧伤呀 也被称为呢 是植物性 日光皮肤炎 当皮肤接触到清凝中的光敏植物剂 或者呢 是鼓鼓止速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哈 当一个人的皮肤上 沾上了植物中的鼓鼓止速时 会令皮肤呢 对紫外线是更加敏感 换句话说哈 清凝呀 会让你更加容易被晒伤 那这种症状呢 通常会发生在24小时内 并且呢 会在48至72小时内 是达到高峰 皮肤呢 会出现红肿 发热 并且会产生水泡 此前呀 就有调酒师呢 在户外榨取柠檬汁时 出现了玛格丽特烧伤 并且哈 最终呀 被诊断为呢 是二级烧伤 可以说情况呢 也是非常严重了 医生表示 夏天呀 是出现植物性 日光皮肤炎的高峰期 那么大家在处理 含有不顾止素的植物 或者是水果的时候 可以呢 佩戴好手套 避免直接接触 如果说不小心沾上的话 应该呀 立刻洗手 并且呢 还要避免在24小时内 接触到阳光 那么含有不顾止素的果树呢 比较常见的 有柑橘呀 柠檬 青柠 无花果 胡萝卜 韭菜 芹菜 香菜 葡萄柚 茴香子等等 租房保险哈 可以说呀 是最便宜的保险了 在这份保险下呢 如果个人的财产 遭到了损坏 是可以通过保险 进行赔偿的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租房保险的开销呀 仅占中产阶级收入的 0.67% 那需要注意的是 租房保险的保费呀 根据不同的地区 承保范围的选择呢 也是不同的 价格哈 当然呢 也是不同 大家呢 是可以通过 在线的比价工具 快速的进行 货比三加 那在这里呢 新瑶哈 也来给大家介绍几个 比较常见的租房保险 首先呢 就是Lemonade了 那平均美元呀 只需要12美元 使用Lemonade 在线租房保险 扣的工具 仅仅需要几分钟呀 就可以得到报价 不仅如此哈 Lemonade的房屋保险费率呢 一直是许多大城市最便宜的 包括洛杉矶呀 旧金山和达拉斯 那它的缺点就是哈 并非呀 每个州呢 都可以使用 目前呢 它只在加州呀 纽约州和德州等地 开展大量业务 但有些地区哈 也是呢 没有被完全覆盖的 那第二个比较便宜的房屋保险呢 就是State Farm了 对于标准保单来说呀 它的平均保费呢 大约是每个月14美元 此外呀 使用State Farm保险的客户呢 还可以把租房保险和其他的保单捆绑在一起 进一步的来降低我们的保费 再来呢 就是Farmers了 Farmers呀 通常呢 是为正在公寓寻找租房保险的人提供最便宜的保险 比如说在纽约哈 Farmers呢 最低会以每月12美元的价格出租房屋保险 如果说租房者不吸烟 或者呢 是房东限制在室内吸烟的话 那么还可以在Farmers上呢 是享受折扣 那对于不需要高额保值的人来说呀 Farmers哈 是更具有吸引力的 可以呢 购买保额最低为4000美元的保单 降低保额呢 也会让每月的保费下降 说到最便宜的 可以定制的租房保险 就是Nationwide了 如果你想选择自选保单的覆盖范围 那它一定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客户呢 可以先加入Nationwide的标准租房保险 在这个基础上呢 是可以新增水保护呀 额外的财产保护等 额外的承保范围 那一份标准的Nationwide房屋保险的价格呢 大约哈 是每个月呢18美元 那说到最便宜的大学生租房保险呢 就是Liberty Mutual了 那它的房屋保险哈 有较低的限额 通常呢 也是比较适合大学生的 那它的出售保额呀 要低于1万美元的保单 每月呢 仅需呀5美元 通常呀 它的租房保险费用呢 为每个月19美元 这其中哈 还不包括折扣 此外呀 在许多大学人口众多的城市 包括芝加哥 波士顿等等 那它的租房保险哈 也是最便宜的保险之一 近期啊 美国移民局呢 是正在计划提高一系列申请的费用 包括入籍 获得绿卡 或者呢 是申请以非公民身份 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许可 那提高后的费用呀 恐怕呢 要比之前的高出几十美元至数 高出几十美元至数百美元不等 不过哈 这个计划呢 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 美国移民局啊 也正在征求公众意见 直到呢 今年的3月6号 那根据提案显示哈 申请呢 带有生物识别技术 或者呢 是生物测量的绿卡费用 将会从1225美元 上涨至1540美元 同时呢 允许同时申请的绿卡 和工作许可 在新提案框架下呀 将会被拆分 从而呢 也会导致更多的费用 此外呀 申请公民身份的费用呢 可能会增加120美元 取消居留条件的申请费用 将会增加515美元 该申请呢 是可以允许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过度为合法的永久居民 那移民局表示 涨价呢 是为了应对积压的申请 和预算的紧缩 移民局哈 主要呀 是依靠收费来运作的 而这在疫情期间呢 被证明是一个问题 随着申请移民福利的人数减少 移民局的收入哈 更是出现了直线下降 导致普遍的停摆 和按键的积压 那为了完全恢复呀 移民局认为 需要提高申请费 并且哈还指出 提高后的价格预算呢 将比目前每年多创造19亿美元 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 初步提案中写道 这是使机构能力 与预计工作量匹配的必要金额 这样一来呀 积压案件呢 就不会在未来累积 其实呢 移民局通常呀 每隔几年呢 就会更新一次费用表格 上一次呢 是在2016年 那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移民局呀 曾有过大幅提高费用的尝试 不过呀 最终呢 是被联邦法官否决 在2022财年呢 移民局确实从国会 获得了2.75亿美元 用于呢 减少积压申请 但是哈 该机构预计 还需要继续获得国会支持 才能够呀 完全消除这些积压 好了 以上呀 那就是今天美地聚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 我们下期待的一路陪伴